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油烟机上的油污 餐桌上的菜汤等污渍 当靠抹布来擦很费力 这时不妨试一试用搓枣筋 整些干面粉擦拭 面粉裹着油泥一搓就成团掉落下来 然后用水冲洗干净就可以了 因为搓枣筋表面凹凸的纹理 有利于刮掉污渍而面粉 可以吸附油污 第二 擦皮鞋 废旧的搓枣筋将其里面翻过来 当皮鞋擦完油以后 将它套在手上擦鞋 效果也不错 最后 废旧的搓枣筋也可用来洗衣服 有些衣物不能用洗衣机洗 只能用手搓 但是遇到特别脏的地方 搓不干净也很费力 这时候用搓枣筋搓洗非常好使 无非力气还洗得又快又干净 好了 感谢关注这是常识 了解更多常识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